14PM和16PM到底区别在哪 差距有多大 今天比方上小羊 我直接来告诉你们 首先这台16PM是正二八仅 我花真金白银 不让开钱买的国家版本 差不多用了快一周的时间 那么从14PM换造成16PM 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感受 我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它们之间的变化真的非常非常小 反而是这一次标准版的身体点更多 变化比较大的也就是外观 从6.7英寸16到6.9英寸 其实它的三维变得更加的修长 手感也更好了 而且对比14PM 它的黑边确实也更窄 除此之外 像这个iPhone16PM这一代主打拍照功能 主摄跟上弹没有区别 甚至对比小羊用的14PM差别也不大 不过就是超广角升级到了4800万 暗光环境下拍摄也有不错的成片质感 至于这颗所谓的拍照按键 小羊真的是最想吐槽的 不仅维修费用高要5000块钱 而且还特别难用 我敢保证你的误触情况 绝对比你使用它的次数还要多 然后就现在方面 A18 Pro对比A16理论性能差距有25% 但是现在的处理器性能普遍是过剩的 为了用不到的性能去花大几千去选最新款 你们觉得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最后就是比较大家关心的一个价格环节 目前远望市场的16PM的国行报价是10200 大家心心念念的半价的16PM 也要等到10个月份以后才会陆续到货 如果说你是追求极致性价比 而且预算有限的话 像这一台14PM 256G 我们来货是5600 我们看看同行是多少 6100块 但是在我这里直接拼一秒了 5799 如果说是你 会去考虑这个5799的14PM吗